施林地檢署偵辦北市議員林姓兒買票案件 對國民黨中常委蕭景田深壓 法官裁定交保 檢方在今天下午提出抗告 蕭景田昨天晚上是以800萬元交保 檢方認為他在案發後曾經有翻牆逃亡 歸案後說法避重就輕 說的與眷內的市政也都不同 也可能會影響其他的證人逃亡及串鉤滅陣之餘 並且並非交保就可以消除的依法提起抗告